有些特色的食肆在,好像狗技那样 其实有些游客特意来这里吃东西 有时经过我们的店铺也会进来去看看 我自己的设计,所以我一直在寻找的兴趣 只保留古建築物,不要弄它 然后做一些高压剁价,没有刀 只保留它,做得漂亮,清理它 保留它,放在这些建築物的检材 作为創作的建築物 光库街可以维持中环的旧区 这里新旧并种,华阳共柱 为这些创意的家具店提供了不少顾客 今年初市进驻光库街的环保家品店 创办人认为这区集合地道食肆和设计师专门店 形成新苏豪区和文化街道 适合他们开店 我觉得人们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 就会来这区去找一些特别的东西 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会高些 所以我们觉得放一个环保概念 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所以人们就会容易接受 要建立店铺的特色 完美而希望推广具有潮流品味的环保家品 即是用料和生产过程都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 相信消费者会来尋补 正因为这区有文化街道的卖点 地铺租金要成50至100尺 一间面积2千多尺的商铺 月造超过10万元 所以想在新苏豪区创业 除了有计有创意 还要懂得计算蒲造开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